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家TW Show 半年前呢 蘋果推出了一台全新的筆電 一台搭配著M1晶片跨世代的MacBook 被廣大的網友呢 推崇得像耶穌醬的意思 最近呢 就連Intel陣營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接連推出一系列打壓M1晶片的廣告 You're doing all this gaming on a laptop then? Yup Wow OK And do we have a Mac game? No one really games on a Mac I know Cool and I've never seen a screen like this before on a laptop Wow And let's see over here So these are the newer Macs? Yeah OK So gray and grayer 就是要向世人宣告 Intel才是全世界最強的CPU 沒錯 這一點呢 我也是非常認同的 夏天到了 台灣每年在這個時候呢 都會有夏季電表 為了節能減碳 這時候呢 全世界最強大的筆電 搭配著Intel晶片 搭配著Intel晶片的MacBook 就派上用場了 說到這裡呢 你們可能還不知道 今天的影片 到底要拍什麼 等一下 你們就知道了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來測試 我的MacBook 到底可不可以接一顆 荷包蛋 那我們準備的材料呢 就是這一台 MacBook 跟 荷包蛋 蛋 一顆蛋 以及 這種保鮮膜 保鮮膜 保鮮膜 一開始呢 我們先用保鮮膜 把MacBook包起來 前置作業 大概就是這樣包著了 如果你們想要 拿筆記本 做筆記 趕快啊 趕快 下一步呢 我們會使用Final Card Pro 連續輸出4K的影片 不間斷的一個小時 好了 大家現在應該有聽到這個 風扇的聲音嗎 代表它已經開始加熱 這個輸出的溫度呢 輸給我的黑金爐啊 已經燙燙的了 它開始輸出了 然後 燙燙 接下來呢 只要打蛋下去煎就可以了 打蛋的技巧 沒有很厲害 哎呦 啊 破掉了 我現在要把它用過去一點 哈哈 有點難控制 哎呦 好 湯孔過去一點 過去一點 好 現在我拿一個碗呢 蓋住它 然後旁邊呢 稍微把它這樣弄一下 因為我怕它其他的蛋液呢 會流出來 接下來呢 就等它熟啦 歷史性的一刻 終於來到了 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看一下 這個 它的碗是溫溫燙燙的 哎呦 溫溫燙燙的 這代表 機會是很大喔 燈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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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这蛋黄是熟的 它已经有点固体的样子 大家有没有感觉 你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看到吗 它没有像我打的手 它整个是一体的 这样大家应该相信了吧 这就是所谓的半熟蛋 这一次我们的企划 Mac滑蛋大成功 耶 会做这个实验呢 因为我最近呢 在使用MacBook剪影片的时候 整个机身的温度 会产生巨大的升华 就像是在洗三温暖一样 不愧是Intel的CPU 在温度这一方面 真的是完全实实在在 比下M1晶片 未来也希望 厂商可以推出一系列的 苹果餐储周边 这样就可以 边使用电脑 边煎荷包蛋 用的开心 也吃的安心 我知道这部影片 真的拍得很荒唐 但未来 如果你们也想看到 滑鼠煎牛排啦 键盘烤吐司啦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尽量配合你们啦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加按赞 还有追踪我IG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我的笔笔 好蛋白熟了 糟了糟了 糟了糟了怎么办 我就跟你说不要拍这个企划吧 糟了 糟了 糟了